这个枕头我特意睡了几晚 因为我要体验一下 什么是睡在云朵上的感觉 不过感受就是确实很柔软 而且它这个面料是磨毛的感觉 摸起来手感就更加的亲肤 它枕套的面料是采用100%纯棉 而且是高脂高密度的纯棉面料 我想在网上查一下枕心的质地 却意外发现了原来这款枕头 还是采用了瑞士Sanitize 抗菌防满科技的 Sanitize科技是来自瑞士 源自1935年的抗菌专家 它的抗菌防满水平 都是达到国际和国内标准的 Sanitize曾经做过一个专业的测试 在一家四星级酒店 同时使用普通床垫 和含有Sanitize防护科技的床垫 相同环境下使用6年 然后经过对床垫取样检测 对比其卫生作用和过敏源的情况 最后检测证明 含有Sanitize防护技术的床垫 防满功效高于80% 无细菌滋生且作用持久 这款枕头的回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专门查了一点数据 它的单部枕头填充重量为1.35千克 这样在保证柔软的同时 也可以充分的为我们的头部和颈部提供坚实的支撑 我睡过这个枕头之后的感受 感觉它的枕头和颈部贴合的高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尤其是侧躺的时候也很舒适 但我不喜欢睡高枕头 如果把这个枕头分为高中低三档的话 我认为这款枕头它是中档 所以就是说如果喜欢睡高枕头的 可能它会觉得低一点 你可以把两个落在一起 我还专门去网站上搜索了一下其他网友的使用感受 然后我就看到有的网友也特别细心 然后又说如果你要想让这个枕头 持续的保持一个回弹度的最佳状态 你使一段时间你就放在太阳下面晒一晒 让这个枕心持续的保持干燥 那它的回弹度就一直是最佳状态 最后我们公布一下价格 两个枕头99块钱 和一个枕头是44块5毛 我为什么会买这款枕头呢 就是我正好要换枕头了 我去逛山谷的时候就看到 哇 还有这么便宜的枕头 本着薅羊毛的性格我就摊便宜 买回来试一试 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 而且99块钱给俩枕头 咱就是一年一换也不心疼 您说是不是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